就是说是师傅在印尼法会期间呢 我做梦梦到的 有人要给我摸本的那个年轻的阿姨下杠头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冲出去把那个下杠头的那个人给推开了 我看到了那股杠头 就是说直接落到地上了 而且地上啊出了很多那种虫子 然后呢就开始腐蚀 腐蚀很大的一个大洞 然后呢对方就跑掉了 我推他的同时呢 有几滴呢落在我的左肩膀上了 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左肩膀就开始腐蚀 然后速度非常快 我感觉跟火烧了一半 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紧不要紧张 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然后我给师傅打通了电话 一波就通了 然后我把这个师傅 我把这个事情跟师傅说了一下 师傅您就对我说了六个字 放心吧没事吧 我说哦 我关了电话之后 我的那个左肩膀呢 有一股很大的能量 看到就是说看到瞬间就把我那腐蚀 那个肩膀那个一些腐烂的东西 直接就生成了心肉 直接就恢复过来了 然后我就醒了 师傅感恩师傅 你现在知道了吗 要有师傅多多幸福 是的 我告诉你 你呢 这个呢是帮人家 宵夜帮人家备夜 两种 明白吗 是这样的 因为呢 因为有时候帮人家 小下钢头 你没有很大的 能量的话 你一定会受伤的 是的师傅 所以有些时候 人家给谁下钢头的话 能避就尽量避 实在避不了的在出手 否则的话 自己一定会受伤的 因为下钢头 实际上它就给你身上 住一种负能量 这种负能量呢 是给你带来一种负面的 不好的东西 所以 是 从现代生活 微生物上来讲 实际上就是一种 虫软啊 那些肮脏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你做梦 完全做的是正确的 明白吗 而且师傅啊 就是那个 他那个 那个钢头就说 落在我那个 左肩膀之后吧 就 感觉特别清楚 就跟火烧一样 就开始烂掉 就特别特别清楚 对对对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就是 你的灵魂在受苦了呀 它下钢头 主要是下你灵魂呀 下钢头 下不了你身体的呀 灵魂不好了 所以很多人 被人家一下钢头们 魂魄不起嘛 撞车了呀 它是第二步 到了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第一步是你的灵魂 你就魂魄不起 做事情不稳定 然后脑子 浑浑倒倒的 然后呢 慢慢就发烧了 生病了 整个一个感觉 就是魂魂倒倒的 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不能做 好像魂魄不起 就是这种感觉 是师傅 反正是最后呢 我给师傅打电话 一拨就拨通了 然后师傅 你就跟我说 放心吧 没事 然后马上就好了 师傅 师傅是有能量的 这个不要讲了 所以你好好修的话 师傅还能照顾你们 你不好好修 你连师傅都照顾不了你们的 接不了这个能量 听得懂吗 是师傅 是师傅 师傅 对了